大爷 这是桃鸟这些年的暗路 他一直在以骗取别人钱财为生 他是个骗子 你不要相信他 你说得对 弟妹 他是一个骗子 但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他是被迫害的 大爷 好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 我就带你一同钱去看看 大胆狂徒 还不跪下 本官问你 四海帮帮助黑二 可是你呀 回大人 正是晓得 强逼女子 逼迫女子 骗取他人钱财的 可是你呀 证据确凿 再不同时招来 别怪本官大行伺候 是 小的认罪 大人 晓得确实是逼迫女子 骗取他人钱财 桃鸟你可认得 认得 认得 就是前几日受我指使 去匡骗孙大人的那个女子 手中可还有其他的女子 有 还有从清县绑架的肃清 从城外拐卖来的春白 还有刘老翁家里的蛮双 大胆 你眼中可还有王法 小的知错了 小的下回再也不敢了 求老爷放了小的这一遭吧 来人 是 给本官押入大牢 择日问账 是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大人 小的知错了 大人 饶命啊 四奶奶可听清楚了 桃鸟是受人侠制 即使有错也是卑鄙不难 大哥哥是朝廷命官 难道还想徇私舞弊不成 就算他不是主谋 也难逃干系 被诳骗的那些人 拒势人证 他既然触犯了律法 就应当暗律处置 这个 律法不包庇任何一个犯法之人 但也不会迫害那无辜之人 那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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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详查律例 看看这个桃殷该如何处置 如何脱罪啊 是 去 若就此脱罪 那律法当真是形同虚设 这个老四媳妇真是铁石心肠 慢点儿童门之意也不念 我与她本就没有矫情 她自然不比年纪大 可这么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彭说我是打定主意了 大不了鱼丝网破 我也要和月红合离 月红她不答应 我就算离开那个家 我也是要娶你为妻的 你这么做 那可是要折到我不能活了 我如今只想保全你 你是命官 我希望你别因我受任意饼 你应当不熏私情 你应当将我同四海帮的人 一同押入大牢 可我怎么能 你听我说事情 我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我不愿意一辈子见不得过 你要我进大牢 只有这样 我才可以洗脱自己的一身夜长 堂堂正正地为人 世杰 你答应我 才叫stop 来 别生这个 把我系下注 要保证 conservation 和鲁虽 和温态 你听着 你的父母 妻儿 好药都已经安排到城外了 还给了他们 以倍做的花不完的银子 还有你那帮兄弟们 他也都安排好了 这是我娘子的东西 他让我告诉你 他和儿子都好 让你放心 什么意思 你只需要在这上面画牙 然后 把这瓶剑毒抹合下去 他还要让我死 当初要不是你活不下去了 你也不会和他做交易 现在你已经背叛了斩力绝 你横竖都是个死 你还不如 最后再帮他一帮 让他欠你个情 以后啊 他自会照顾你那妻儿兄弟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 嗯 快乐 来人啊 来人啊 有本自杀了 犯人黑尔 因强逼女子做坑蒙拐骗的勾当 本官判于明日五十三刻 斩首示众 可 黑尔畏罪自杀 留下一封罪状书 称一切都是自己强逼 与他人无关 故犯覆逃妖 无罪释放 谢大人还给小女子一个清白 退堂 辛苦了 杜大人 无罪 无罪 我终于清白了 师姐 辛苦了 师妹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师姐 死无对阵也只能这样了 不过我相信朗朗乾坤 公道自有论断 不是不报 是后未到罢了 苦难你了 你放心 这两个日我就去找老爷太太秉明 迎你入门 不 我原就出身不好 如今又刚刚经历了牢狱之灾 你如果就这样子贸然提出来 那家里高堂都上了年纪 万一气坏了他们 我岂不是万此难此其就 事出有应 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 陆师姐 你听我说 别因为我惹老爷太太生气 这三十年 阿森 李宗盛 没有你这样的婚言之气 这三十年 我现在想想得着 我现在想得着 你自己在自己啊 你好 你自己在自己